原标题 是他们,也是因为他们之前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,所付出代价,所以其实并不值得我们同情,而且中国判处死刑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,是合理合法的,而且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是很现代文明的,不像有些个地方,竟然还在使用绞刑甚至效刑,这样也完落后的方式。 中国执行的方式有两种,要么枪毙,要么就是注射死刑,相比中国古代武化八门残忍至极的死刑方式,要显得人性化得多。 虽然这些死刑犯,生前所犯的很多罪孽,都是很没有人性的,但是一般情况下,对死刑犯执行枪决的话,只能使用一颗子弹,而一颗子弹也完全够硬了,很少会有再进行捕刀的情况。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次执行枪,必死刑犯的过程中,执行任务的人员,竟然对这个死刑犯,打光了所有的子弹。 究竟是这个执法人员过于残暴,还是这个死刑犯太让人不可饶暑? 故事发生在二战日本战败后,虽然东国对日本的战犯已经算是人之意尽了,但是对于那些最大恶极的日本战犯,国人对他们格外痛恨,并不会善待他们。 这其中就有一位叫做贺王光吉的日本战犯,其实他的父辈就参加过屠杀中国人帝甲午战争,可以说,他们这个家族对中国人有着深重的罪孽,而他自己对中国人下手也不轻。 大家是否知道,在二战时期,日本为了对付中国,专门引进了一种叫做狼青的权威,这种狗就是贺王光吉训练来对付中国人的。 狼青追咬出杀起中国人来,十分残忍,和二战时期凶残日本兵,简直就是一个贫荣的,因为贺王光吉的手段过于残忍,所以,最后沦为战犯被执行死刑的时候, 南京宇花台负责,实行死刑的人员忍不住开了二十枪,打光了枪里所有的子弹,但是,克王光吉犯下的罪孽,是他无论遭受多少子弹都无法偿还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